今天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偶遇岳云鹏一家四口看电影的视频 小月月当天现身并没有很多人注意到 他们一家四口像普通人一样安静享受亲子时光 岳云鹏当天戴着黑色鸭舌帽穿着红色卫衣 一旁正是岳云鹏的老婆郑敏 大女儿岳露依走在前面 妹妹超活泼到处跑着玩 岳云鹏和妻子郑敏的大女儿今年十岁 个头已经到爸爸肩膀 姐妹俩要穿着一样的衣服 不过性格却截然不同 姐姐更加文静 妹妹古灵精怪调皮一些 岳云鹏是郭德纲的得意弟子 这些年来他始终追随郭德纲 前几年拍电影上综艺忙个不停 这两年终于有时间休息下来 可以好好陪伴妻子和女儿 今年以来娱乐圈很多艺人都清闲了很多 也都有时间陪伴家人 岳云鹏是个对师傅忠诚 对妻子负责的男人 之前一直在忙着拍戏赶通告 如今因为身体原因 好不容易有时间了 一家人出来看看电影逛逛街 岳云鹏两个女儿长得都像极了爸爸 想起岳云鹏为女儿辅导功课 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爸爸 辅导女儿的功课 小岳岳都傻眼了 不过画面很有爱 小岳岳真的很好 红了之后一点没飘 岳云鹏对两个女儿非常宠爱 他也曾直言不想女儿进入相声圈 因为实在太辛苦了 岳云鹏曾这样评价自己对女儿的感觉 就算把女儿抱在怀里 都还是非常想念 因为看不到女儿的正面 岳云鹏不仅对师傅忠诚 对妻子始终如一 对五个姐姐和老母亲都非常好 岳云鹏给五个姐姐买房子 带老母亲出游 事业上提携姐姐们的孩子 这才是真正的优质男性吧 前段时间 岳云鹏陪着家人去商场吃饭 同样是非常低调 就如同这次看电影一样 一家人非常低调 很多路人也都非常有礼貌 不会过多的打扰别人的亲子时光 郑敏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岳云鹏带孩子的照片 岳云鹏除了忙工作之外 就是在家陪老婆孩子 作为一名艺人 想要在娱乐圈长久发展下去 首先除了有基本的业务能力之外 一定要洁身自好 对家人负责 就像刘德华一样 一辈子都非常自律 才会红了几十年的时间 至今仍是优质偶像 岳云鹏和郑敏结婚十多年的时间 一直恩爱如初 当岳云鹏被外人误解时 郑敏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自己的男人 这样的夫妻反而更能拉好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